黑猫的小视频要开始咯 hello everyone this is black cat hello大家好我是黑猫 今天来给大家介绍和家人一起在H&M这个快时尚品牌所买到的衣服 个人觉得H&M他们家的衣服偶尔还会转一转的 虽然说质量可能并不会是特别的好 但是因为它价格便宜而且换季性还是蛮强的 所以说还是会去买一买 一般买来的话穿一穿 然后如果就是质量因为质量不大好所以不大好穿的话呢 有可能就只穿一个季度或者说不会穿太久 大概是这样一个态度吧 但是衣服本身个别的话我还会是蛮喜欢的 所以说今天来给大家看一下我妈妈依靠在H&M买到的衣服 那么首先呢我先从妈妈的开始介绍好了 先来第一件 第一件呢是 这个绿色特别的好看 我觉得这个绿色特别的好看 然后给大家来展开看一下这件衣服 这件衣服呢首先啊它是背后开口的 所以说我们先把背后的这个扣子给扣上 背后的扣子扣好了 来盯起来给大家看一下 是这样子的一件衣服 就是前方呢是这样子的圆领口 圆领口 然后我觉得它特别新基地点是什么呢 它领口下方的这一块呢 其实是开了一个小口 这样子的话 就是你的这个地方其实是会有一点点露出来的 那这个蛮似漏非漏的感觉我觉得还是蛮有趣的哦 其次呢来看看它的袖口 袖口呢是这样子的圆形的无袖 圆形的无袖 夏天穿起来的话会比较的好穿 那背面啊刚才也给大家看到了 因为那个绑扣的原因 所以说这边啊其实也是有开口的 是这样子的一件衣服 面料它非常的这种锤 是这种放来放去的这种锤这个面料 然后这个浩大 但是穿在身上的话 应该是这样子的一种感觉 OK 这个是妈妈的衣服第一件 第一件呢看一下价格 价格呢是1800日元左右 1800日元左右 接着呢我们来看第二件 第二件的话 这个是我不给予评价 妈妈的趣味 我表示尊重 是什么呢 是这样子一个小花生 夏威夷小花生 阿罗哈的感觉 那它是这样的 和刚才那件衣服一样 它也是这样子的圆领 不过它这边就没有开了 就是普通的圆领 然后背面呢也是一个扣 然后扣这边还有一点这样子的一个开口 这是它的背面 那我们把这面再放回来 然后这件衣服呢 它的这个袖口的话 它是带有一点小袖子的 因为带小袖子之后都是这个样子的 长度哈 在我穿的身上 当然我穿这些号都大了 是这样的感觉 OK这是第二件 价格价格价格差点忘了 第二件也蛮便宜的 第二件的话才1300日元左右 1300日元左右 接着我们来看第三件 第三件是我个人也觉得特别喜欢的一件衣服 是什么呢 是这个小的抹胸裙 小的抹胸裙 这个小的抹胸裙我个人觉得特别的可爱 来看这个抹胸穿在身上 是这样的一种感觉 给大家来看看它到下方的长度 它下方的话大概是到这个小腿 小腿处 大家有没有意识到有点奇怪 为什么妈妈会买抹胸裙 嗯 妈妈有这么前卫吗 妈妈没有的 因为其实黑猫还有点犯贱了 现在裙子才不是抹胸裙的 这裙子其实就是一般这样的一个到这里的裙子 不过黑猫看到这个裙子了 后来就觉得 啊这个裙子非常的巧啊 要我穿的话可能把它当抹胸裙穿 所以说 这其实就是一条普通的裙子 在这里 然后如果穿在这个腰部的话 它的长度呢大概就是到脚踝处 到脚踝处 然后这条裙子我最特别喜欢它这个颜色 我觉得也蛮深蛮好看的 嗯 挺喜欢的 那个 这个妈妈还在和我在一起的时候 我也想穿两天 然后妈妈回国了 如果带走的话 那我就再去买一条好了 我就这么眨算了 这个呢 正好在打折 1700日元 这个的话真的 我觉得我还蛮喜欢的 而且我可以把它当我胸裙穿嘛 对不对 好啦 这是第三条裙子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四件 第四件呢 是这样子一条黑色的衣服 是这样的感觉 这种黑色的 然后中长袖 中长袖 然后呢 长度 长度的话是到膝盖左右 这样好 长度呢 是到这个膝盖左右 这样一条小黑裙子 我刚才觉得这条裙子其实也蛮好看的 是蛮像我妈妈穿的 就是 可是这个年龄和气质还比较搭 这样子一条小黑裙 这条裙子呢 给大家来看一下 价格 3000日元 我觉得还蛮划算的 3000日元大概都是180 年龄180左右 以上四件呢 是妈妈的衣服 妈妈的衣服 接下来给大家来看 黑猫自己的衣服 黑猫自己的衣服 先来看第一件 第一件 小裙子 是这样的黑色的小裙子 我个人觉得这条小裙子还真蛮好看的 就是 它前方呢 是这样子的蕾丝的前侧 然后呢 它这个蕾丝呢 一直延续到了这个肩部 一直延续到了肩部 然后侧面呢 是这样子的一种无锈的设计 然后绳子都是蕾丝的 后方呢 是这样的一个绑口 然后就是你后背稍微露一点点 但是我不至于露得太厉害 因为有一个蕾丝稍微遮挡一点 所以不至于说露背露得太多 那这条小裙子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可爱 然后给大家来看一下它的长度 它的长度呢 大概就是在 在膝盖上方10公分左右 是这样子的一条小黑裙 还记得就是说 我在那个黑白耳饰 耳环的那个视频里面 给大家看到那个黑白的耳环 我觉得这条裙子 我一定要戴那个黑耳环 那个一定非常的搭 非常的好看 这个还是黑猫的衣服的第一件 接着呢是黑猫买到的衣服的第二件 第二件呢和第一件 这风格真的是挺相反的 诶刚才那件衣服价格没给大家看 价格多少钱来着 让我看一眼 价格 刚才这条黑裙子 价格有一点贵 3999 4000块钱左右 但是啊 我觉得蛮好看的 所以就这样了 算了 一般我在H&M买衣服不会买4000左右的 因为我觉得 就是H&M的衣服可能只有在我心中 它就是3000 3000块钱穿死了啊 正常的话就是1500 2000啊的价格是在我心中的 对H&M的价格的定义 所以说3000的东西 我一般是不怎么买的 4000啊 刚才那个是4000 一般不怎么买的 但是因为觉得还蛮好看的 所以就克力了 那这条裙子也给大家来看一下 像这条裙子你看它就是打折 打折到3000了才会去买它的 那这条裙子呢 是这样子的一条长裙 长裙 这样子穿 穿在身上 我觉得这个也真的很可爱 就黑帮挺常穿衣服的话 是那种黑白空 不会穿这种鲜鲜的衣服的 但是我觉得这种衣服的话 如果去海边或者说出去玩的时候 为了拍照穿的话 这个效果一定会很好 所以说就买了这样的一条 然后它的长度呢 其实非常的长 给大家来看一下 它是一直到这些 就到脚 脚踝的地方了 然后在脚踝之前呢 在这个地方 就是小腿处呢 会有一节透明的 这节透明的效果 看起来特别的可爱 遮住我的褲子 来就是这样子感觉 我觉得这条裙子啊 真的特别适合 就是夏天的时候去海边穿 来我们再看回到上方 上方还有个地方 忘记给大家来介绍了 上方还有个地方 忘记给大家介绍了 什么呢 就是说这个袖子的设计 首先呢 这个袖子 你可以把它当做 就是正常的吊带袖 把这个袖子 吊在肩膀上来穿 其次呢 它这边其实有一条绳 有一条肩绳 所以说你可以穿成这种肩绳 吊在肩膀上 然后这个袖子呢 就放在这个肩膀一侧 就是穿成吊肩的感觉 这些是它这条裙子 就是它这条裙子 吊肩的穿法 或者 把肩带拉上来的穿法 我跟觉得都特别的好看 好啦 这个它刚才给大家看到了 它的价格呢 是这个3000元 我觉得还蛮划算的 一条长裙 好啦 那我的衣服 其实自己买了这两件 好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